不是被朱古龙击死 这些都是 不少的文章翻查证史都说周瑜其实是病死的 所以 《三国演义》当然故事好看就好看 人们都喜欢听 流的故事等于 譬如你看大军司司马燕 中回那时候都应该还没出来 为什么会弹出来的呢 已经殉忽死了 已经很久了 他还在 故事就好听 我都说 譬如你《三国歌》讲故事就好听 但千万不要当 甚至 你问我 连野史急数都不是 连野史急数都不是 有些真是纯粹说书人 作故事 好了 不过打机 你就继续打 多谢所有网友的生日祝福 明天 由于明天 我应该在《啤梨晚报》途中 来出去 明天不知道有没有最正分析 可能 因为星期六我要好早验身了 明天都会喝点东西 可能会来 明天不肯定有没有最正分析 不过星期六会有的了 为什么说《三国演义》 因为刚才在第六节 还是第五节 就是这个 Victor L那个环节 就是说去了荆州 去了龙中 我就想乘机就说一些正史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会把《三国演义》 就当历史 西游记 西游记 西游记是 就摆明作的 不过西游记 反而 如果说 大陆之前 有一套《三国演义》 孙环峰 好 样子的 是吧 吓到人的 不英俊 但是如果 阿根 就是 原著 被阿根 吉贴 而拍出来 反而 那一套 《三国演义》 就是 是比较 正点的 就是大陆的那些 例如史剧 有一套叫做 《精官知智》 又被人 批评到体无缘夫 说很不好 但是如果 比较跟正史 就是包括那些装扮 那些 建筑物 那套反而是 贴得 最近 至于阿根 《文外媒体》 《北丹没有相有》 我上星期六 都看了 都有个介绍 结局我都觉得 都挺正的 到看 要被看的朋友 都快点 去 八路活电中心 都继续有播 大家都要 早点买票 因为这些票 很早就买完了 好 差不多了 明天就再见 请不吝点赞